贪欲心愿重,为自己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不安和痛苦 法华经理说,诸苦所应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医治 也就是说,各种痛苦烦恼的根源是贪欲 如果把贪欲的问题解决,就拔除了苦果根源 可见贪是重苦之本,若不限制此病,便只能永远在苦海中补沉 可是你这样的社会赚钱的给你的子女 子女会感谢吗?不一定的 我听说很多社会有钱的子女会告父母亲很多 很多了,听说有些父母亲的她的那个实体哪里在 这个实体都不能动 所以真正的那个是你赚钱的有意义是哪里 就是你自己的喜欢嘛 有些人喜欢看电视 有些人喜欢,她喜欢印象里面有很多钱 这样子,实际上你用到是什么呢? 所以呢,你钱有的话,你一定要用到 用到什么呢?先自己快乐 然后你,你的旁边的快乐 你的太太要快乐 你的儿子要快乐 你的家乡有快乐 你的这个国家要快乐 要有这样的利益嘛 所以呢,钱你不是说我跟你啊 钱是要利用的 没有利用的话,你一直放在里面呢 就是要伤害你了 一天呢,他有时候变成这个为了你的命 所以你这个道理没有了解的话 还是人会做错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也是说,要皈依三宝的话 他有了解,哦,三宝的好意了 你没有三宝的话,他永久不会停 贪欲越重,为自己带来的不是安乐 而是不安和痛苦 拥有的越多,越需要种种的安全设施 来保障自己不会失去 人的欲祸难填 不仅追求五欲当下享受 还想拥有更多的五欲资产 已被永远享受 于是产生患得患失的痛苦 打劫新闻记者 来依荣,许贺勇,台北采访报道